840秒后远航103号班机在20000英尺的高空离奇解体 这次飞机在接获台北中心指挥最后谈话 他们是这样啊,飞机要飞一天,是吧? 这飞机要是有毛病就完蛋了 台北中心远东103达到了高度22000尺,请回答 远东103知道了,在10秒后,录音就莫名停止 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是,三亿空中灾祸 出事的是远东航空公司波音737第103次班机 1969年出厂,机零12年 远航在1976年向美国航空联合公司以360万美元购入这台飞机 737这个型号是波音公司发现 在航空界,在客量小,短程航线的飞机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于是研发这种窄小机身,在当时是全新设计的机翼 座位数拥有104个的短程民航机 1981年8月22日这一天 正驾驶是李慧祥,53岁 说话有浓厚的广东口音 空军官校第30期毕业,以中校的官阶退役 在1972年加入远东航空公司服务 有14996个小时的飞行记录 是一名经验老道的飞行员 副驾驶是董列威,59岁 性格严谨,不应不久 空军官校24期毕业,以飞官身份退休后 进入远航,担任飞行员 飞行时数超过14641小时 经验同样丰富 空服员为雄清丽、张陵、陈善康、谭德景 就在当天的上午9点50分 B2063从松山机场起飞 预定由台北飞往高雄 飞机稳定爬升 飞到新竹的时候 已经升到了2万尺 之后保持平飞 然而就在飞行840秒后 在苗列线的上空 突然原因不明 机身竟然在高空中4分5裂 散入于三亿乡的山区各处 由北而南 大致上可以区分成三个区域 苗列主尾的双草湖 发现了鸡门 飞机的鸡头 则出现在双湖寸的大坑 机身与鸡尾则落在院里的香蕉坑 身体则是四散各处 事故现场范围非常大 估计方圆8公里内 机舱掉到火焰山的树林里 造成火苗 险些引发大火 飞机残骸面目全非 乘客104人与机组人员6人 总共110人全速离世 一位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情形 我在街上走 突然听到空中传来三声巨响 抬头就看到飞机在半空中散裂 人就像糖果从罐子往外倒出来一样 淳朴的居民 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 乘客从机身抛出 沿着失控的飞行路线 落在整座山区 甚至有乘客 脸人带椅从天而降 穿透了民房五点 这部分相关的文字记录非常多 但是由于碍于规范 无法细讲 我只能在会员影片详细说明 奇怪的是 根据当时波音公司的调查 737型号的失失率 是所有波音公司中最低的 机身构造兼顾 而且这趟飞行前两个月 它才刚完成低机检修 更诡议的地方在于 103号班机飞往新竹的时候 还有跟地面联络站做例行的联络 谁也没有想到 这是最后一次的对外通讯 之后飞机的光点突然从雷达的萤幕上消失 那一瞬间 塔台没有听到机上的驾驶人有任何的呼救声 所有人都想不通103号班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要破解这个谜团 首先必须找到散落在山区的黑盒子 里面有飞航资料记录器与座舱录音器 B2063有两具黑盒子 分别在机头与机尾 它的表面经过特殊处理 使它防火防水防震 黑盒子并不是真的指黑色的 B203的飞航资料记录器是黄色 座舱录音器则是橘红色 在事故发生以后 军警迅速掌握失事现场 先在山医分住所成立了临时指挥所 统筹所有救难工作 打批民众好奇为观 军警只好严密封锁现场 由于离世的乘客过多 新竹地检处破例 直接动员所有的检察官与法医 在各处失事地点进行调查与检验 陆军6801部队也出动了300名官士兵 乘坐军卡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8月23日上午7点30分 苗栗通宵分局长指挥远警 易宵银行人员进行全面收山 发现黑盒子疑似压在飞机残骸正下方 但是上方又有浓密的树林烟盖 于是搜寻人员使用电锯 将妨碍作业的树木拒断再以人力拖拉 上午11点30分 在残破的机尾货舱 找到了飞航资料记录器 幸运的是在4个小时后 再度找到了最后的黑盒子 政府单位先妥善收藏 等待波音公司专家来台再交给他们鉴定 24日全数旅客都巡获 搜救行动告一个段落 身体被送往台北市立殡仪馆 但是其状态都难以辨论 所以杨日松法医到场协助检验 他安抚家属 不要急 有特征 总是会认出来的 在知名法医的专业判断下 许多家属顺利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虽然痛心 不过至少稍微感到了慰藉 其中离世的乘客 包含18位日本人 知名作家向田邦子的名字 赫然出现在名单内 震惊了全日本 也许有一些观众不知道他是谁 下一个章节 我们将会特地介绍与纪念 这场意外离世的昭和财女 向田邦子 各位我手上有三本 有关向田邦子的书籍 宛如蛇蝎 是他生前的最后问世作品 那另外两本 向田邦子的青春 向田邦子的情书 都是亲妹妹在他离世以后 整理了他生前留下的照片与资料 他是小说家 散文家 同时也是知名的电视剧作家 1929年出生于东京市 小时候因为太聪明 让传统的父亲觉得这个女儿很不可爱 不过向田邦子还是很勇敢的做自己 永远不向世俗的价值观妥协 实践女子专科学校毕业以后 任职杂志编辑工作 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发现 她的文字总是能打动人心 于是凭着天赋 成为了广播与电视剧作家 即使经历了战乱 仍然创作了万本的广播剧本 千部的电视剧本 46岁的时候她得到乳癌 开刀治疗以后 右手几乎瘫痪 但是向田邦子不轻易向命运低头 她就用左手继续写小说与散文 1980年51岁的她 终于获得了植木奖 这是文学界莫大的肯定 然而任谁也没想到 得奖的隔一年 她来到台湾 打算到高雄为电视剧取材 结果竟然搭乘的就是103号班机 事件发生以后 成为日本的新闻头条 与邦子同行的还有她的秘书 翻译电视制作人 虽然不幸离世 但是她的作品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再来讲到调查过程 24日波音公司的鉴定专家 从西雅图飞来台湾 直达火炎散的现场 进行观测与记录 大家一定很想了解 失事前的一刻 驾驶究竟说了什么 遇到了什么样离奇的状况 然而黑盒子在民航局的手上 民航局对外说 黑盒子可能有受损 不一定有助于判断事故的原因 就用这个理由 先打了预防证 并且迟迟不肯公布 而且政府成立了 失事原因调查小组 但是成员是谁 没有官员肯透露消息 政府也不肯公布 初步的鉴定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仍然是戒严时代 风气保守 当局想要低调处理 不过103号班机事故 是国际等级的大事 离世乘客有5名美国人 还有18名日本人 难以让当局关门起来做决策 加上离世者家属纷纷抗议 引发了一波声浪 要求公开黑盒子的对话 8月27日 民航局终于扛不住压力 他们声称绝不隐瞒 让真相透明 今天这个影片 就公开当年民航局黑盒子的文字档 这是飞机在接货台北中心指挥 爬升2万2千尺的时候 正副驾驶的最后谈话 李是指正驾驶李慧祥 董是指副驾驶董烈威 他们是这样啊 飞机要飞一天耶 是吧 这飞机要是有毛病就完蛋了 他们起飞了吗 赶快回来多赚点时速 没有错 飞机不好就回航去 这个月是你唠叨了 台北中心远东103达到了高度2万2千尺 请回答 远东103知道了 在10秒后 录音就莫名停止 所以黑盒子停止录音的时间点 其实就是事故发生的最关键时刻 对这个事件研判完全没有帮助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完全没有录音呢 这个是巧合吗 对于没有录音这件事情 民航局只说了 因为刚好电源中断 当中有没有任何隐瞒事实的情形 没有人知道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 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回到事件发生当天 其实这架飞机在飞往高雄前 是有出过一次状况的 B2063原来的任务是7点20分 由台北飞往马公的181班机 但是在起飞短短10分钟以后 就发现畅压故障 立刻折返松山机场降落 乘客改搭另外一架飞机飞往马公 机器人就对飞机进行检修 发现有三个项目异常 分别是畅压 减证支柱失场 反推力气除压器故障 各位观众我在这边公开密新 当时有一名松山的航警 朱瑞文 他在执勤的时候 目击到关键的一幕 B2603在维修的时候 远航在9点10分 指派某位机长要来飞这架飞机 结果这位机长延迟拒绝 他说我才不要飞这种有毛病的飞机 一问之下才知道 B2603在同年的5月 也曾经发生过机舱施压 也就是说这架飞机屡次出现问题 不应该再继续执行任务 最好立刻停飞 进行重大检测 但是远航没有这么做 仍然执意让B2603飞行 好那既然这位机长你不愿意飞 那我就指派了正驾驶李慧祥 他也就耿直的接了任务 B2603这时候改成103号班机 任务是台北飞往高雄 9点30分104名乘客都已经登机 但是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检修 这个时候航警就看到了 有一位维修人员比了OK 可是随后另外一名工作人员 拇指又嘲笑 表示说飞机的维修好像还没完成 过了几分钟 航警在抬头时候 飞机已经在跑道上滑动 就这样起飞了 这会不会是指他的维修就是还没有到位 公司就质疑让他执行任务 来让他起飞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日本产经新闻对于远航的说法完全不买账 他们发表社论说 B2603在发生事故前就因为弃压装置故障 因此才折返修理 可是竟然在完全没有修好的情况下 忽略了修理人员的阻止强行起飞 因为站在航空公司的角度 缺了一个班次就会减少收入 停飞进场修理的成本花费会过高 所以尽可能会按照预定的班次来起飞 终于在14分钟后发生了空中解体 这绝对是人为事故 那么最终的调查结果就出入 远航是在购买了这架飞机以后 就频繁的飞行 总共有33,313次的着陆 B-2603常常飞金门马公航线 并且在运海鲜包裹 可是当时的包裹没有任何的规范 就是很随便用柔子 直接运上了飞机货舱 谁没想到这么小的动作 竟然会造成飞航安全 没有包好海鲜 就时常流了一滩的海水 久而久之 海水的盐分对飞机造成的侵蚀 飞机结构因此受损 虽然远航有固定在保养 不过完全没有发现金属腐蚀的问题 事发当天 B-2603先是出了状况 于是折返松山机场检查 但是其实所谓的检查 只是简易维修 公司它没有危险的意识 继续让B-2603执行103班次的任务 结果就在3亿的高空 2万2千尺 飞机的客舱地板与多处突然断裂 B-2603失去控制 急速下降 最后在空中解体 酿成了人为意外 后来在县道103号13公里处 盖起了纪念亭 就在边坡上面 设有20道阶梯 亭内的碑吻 清除载名的离世者 最上方是机组人员 中段则是台湾人 那这边是美国人 另外一边则是日本人18名 虽然它没有明显的指标 而且事发已经很多年了 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个良庭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其实每年的8月22日 都有家属的后代 也有日本人前来击败 最后你们也许想知道 有没有人因为这一次的事故被惩处 这部分似乎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我是没有查到有人为此负责 如果知道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 说真的当我查资料的时候 发现103号班机 其实是有机会停飞的 这无辜的110人 原本可以躲过这个灾难 所以我就很难保持 这中立的态度 一股火烧上来 很愤怒 也很悲痛 愿三一事件离世者都能够安息 也希望这样离谱的人为事故 不再发生 喜欢这个油脂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更新爆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